3, 2, 1 博弈论, 今天我们谈谈一个很新鲜热热的新闻消息 听了可能不是那么好的消息 就是这个疫情反弹 今天去到七十多宗 另外, 其实, 将来的初步确诊也有几十宗 在机场的博览馆的临时医院, 又要再开发 其实, 有没有估计过, 这次的疫情会来得那么快 因为之前十几二十宗, 突然间就爆发了 有必然性 有必然性 你全世界都在爆, 你没有来香港不爆 即是那件事有一个必然性 你全世界都在上去, 全世界都有新高峰 香港这个又有必然性, 大陆也有必然性 大陆, 澳东也出了, 澳东也爆了, 不过问题是立刻禁止 香港, 其实, 很多人都说 有两方面的意见 一方面, 政府当然是觉得市民应该谨慎一些 以及那些抗疫措施要做得严厉一些 不要被那么多人聚在一起 但是, 也有一个说法就是 如果政府在那个关卡那里 不守得密些, 或者那些人进来的时候 不将那个抗疫措施, 防疫措施 做得更加严厉一些的话 搞不搞就会爆一爆 你觉得这两个说法呢, 其实你拜哪个多些 通常如果这两个说法互相指责 通常是两个都拜 是不是 通常这个就是, 你两个这样说法 就是两个都拜, 两个都对的 两个又没有互相矛盾 是吧, 当然两个都是 但是, 政府的责任比较重一点 因为政府如果, 如果政府齐身证的话 我把握着所有东西的话 你就可以严厉地对付那些市民 就是说, 你不听话, 票控 再不听话, 拘捕, 坐监, 这么简单 但问题就是, 你自己这么松了的话 你自己松了的话, 你就不可以告诉那些市民 基本上就是, 政府的责任会比较大 即是, 齐身证的话 我已经执得这么正, 你都不做 所以, 政府的责任会比较大 不过, 其实今次, 政府的措施 我自己就觉得挺好的 而且, 有些新意 令到大家都觉得, 都不是说, 只是一些旧方法 我说的是, 派五千元, 给一些受感染者 当然啦, 这一刻还未出的, 那些细节 但是, 起码他想到一件事 就是, 令到那些人, 如果是真的有事的话 他会有一个誘因, 他会快点去嫌 而且, 这一件事, 始终, 香港人都是比较 不要说贪钱 起码这个都应该是几大的誘因 你觉得这个做法 这是我建议出来的 我觉得, 这个事实上有奖有佛 如果得奖没有佛的话, 是不行的 即是那件事, 你只是奖而没有佛, 是不行的 即是, 你出了一个奖的时候, 同时要出一个佛 你讲的佛, 我就不知道怎样是佛 但是, 事实上, 你问我 我就觉得, 政府, 虽然刚才那个政策 我觉得挺好的 但是, 对于那些感染者 问他们究竟去过哪裏 或者, 能不能够查他们去过哪裏 这件事又好像比较奇怪 因为, 你看到, 其实有很多 问回来的时候, 其实都没有什么消息 或者, 基本上他们都没有什么说自己去过哪裏 有些人就说, 这个是因为, 确实就好像你所说 因为, 就没有什么罚责 那变成, 其实他们讲不讲都是这样的话 就不想连累 即是, 或者不想觉得别人 拖他因为去那裏 而令到那裏, 又要封又要禁 这样, 这样 就是这样, 一定要有罚的 没有罚的, 如果说最有效的 如果说来说去说多, 最有效就是强制全民检策 然后, 派大陆人来七天之外 或者三天之外 一个星期或者几天之内 全部都做完 唯一就是这样 接着一次清零之后 清零之后 接着再慢慢搞 再去到 你基本上, 现在你全世界是这样 你知道对全世界 你必需要到极度 现在那个什么 那个人 那个女人 是因为去探 在外国回来 未确诊那个儿子 子 子还是女 人家在隔离的 虽然人家未确诊 但人家在隔离的隔离 就是他们不要去探 那个人去探 他应该抓他坐牢 最少要去控告他 你不这样的话 你永远搞不定 所以其实是否在这些方面 其实现在用这个 所谓的申报制度 是有少少 大家都觉得 那不可以 政府是废费的 就这么简单 政府是废费的 你看看人家的普通怎么做 马上封闭 就是政府是废费的 因为整个思维之后 会不会是因为那个 就是民情或者 你想问你民情 今时今日还讲民情 今时今日你抓了这么多人 你都不用说民情 是吧 现在反对你什么 反对你黄丝 黄丝都被抓了 你不中 那么他争多你几前重 现在的蓝丝是支持你的 是不是 那些黄丝都这么恨你 难道他们 你现在听他们说 他们会喜欢你吗 不会的 现在蓝丝想做 那为什么你就是帮自己人 是不是 很简单 那样东西 你还听过 那些民情 但这些民情你怎么做 都不会喜欢你的 是不是 那你就反过来 就已经不能回头了 很多事情 所以就算现在 在这些民生 医务事件上面 就 你不如硬强咬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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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不会喜欢的 那整件事 是思维法射错了 你看上海 上海一封那浦东机场 整个浦东机场 整个浦东机场都乱了 接着就慢慢执行 是的 你说封机场这件事 我就想说 但现在香港就是说 其实我们对于 这个 不给外来人的措施 其实就 跟大陆是完全不是一样的 我说原因就是这样 因为你自己没有决心 你如果封机场 你看 你香港的东西 三天之后执行 然后三天之后 因为它安排一些东西 那时候你安排一些东西 你就一定要计划 那你就叫做之后执行 大陆的东西不是的 你执行了再想怎么安排 那虽然你是乱一点 但是你会快一点 你一定要做一样东西 你不能错的话 你经常安排 经常怕别人骂 你就不行 你那段话做出来 不是的 这次他不是的 这次只是派钱那里 其实卫生福利局局长 陈兆史说完之后 他是说 由这个 罗志刚 这个 就是另一个局长 去负责去 现在都没说了 你派了 不是的 所以这次是先说了 不是的 你做来做去 都做不到 但是问题是你做多久都做不到 人家是封了你机场 直接立刻做的 先做再想 明白吗 明白吗 我们什么时候 寧願错 香港人就是 整个香港人的失智 社会就是说 大家要做一样不错的 你做不错的 你就实错 你做错的 你不肯错 这个就是香港人最大的问题 整个社会就是失智 整个社会都是 没有担当的 做了领导人就要错 做领导人 做到人一定常常 你不做领导人 做官僚 只想找林郑出来 只想做印度人 做行政长官 就是要你去闖 闖了闖了闖 闖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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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闖 你觉得他们现在还是这样的思维吗 全部都是 全香港的人 因为社会都是 社会就是做错的 就是骂 整个社会就是低致的 所以就是这样 低致的人 低致的市民教育 低致的政府 整个社会就是这样 我见你这样 振来振去 我都不敢再惹你了 好了 今天先谈到这里